BMI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主要是在Google上面輸入BMI的關鍵字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亞東醫院的BMI值計算器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又好理解 那當然所謂的BMI它有個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就是等於什麼呢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特別注意體重一般我們還是公斤沒錯 可是身高的話它這邊是公尺 所以我們習慣輸入是公分 所以你輸入完之後記得你要把它除以100 除以100之後呢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想要寫出一個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我應該如何做 那其實如果你按照剛剛的邏輯差不多 第一個你一樣我們如果要寫一個這樣的一個程式也不難 第一個的話你可以模仿剛剛的這個程式有沒有 反正應該邏輯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一定有一個input吧 然後input的話因為兩個 所以你需要input兩個 兩個值有沒有 兩次然後兩個變數嘛 所以你可以先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先開一個新的marge 然後把它放大 一般習慣上面把它delete掉 比如說拿這一段來改好了 先輸入比如說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體重或身高都可以 比如說體重假如我給它一個變數叫w好了 比如說你自己會比較常無畏者 不過我覺得在w假設就是請輸入體重 所以你這邊的話 有沒有然後這個時候的話 但是體重 其實用int也可以 不過你要可能要跟它講請輸入整數 但是如果你不確定說它輸入是不是整數的話 那你可以用float 不過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另外有一個函數更好 就是不管是整數或者是小數點 它就會去轉換 那個叫evo 所以我是建議你剛才打一個evo算了 evo的話就是不管它有沒有小數點 有小數點沒小數點 它都可以幫你正確的轉換 那底下的話再把這一個敘述 再把它Ctrl-C Ctrl-V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H好了 身高請輸入身高有沒有 那這樣我們就它的兩個訊息 好請輸入體重請輸入身高 那身高的部分因為要是公尺 所以後面直接除以100有沒有 其實除完有可能就是小數點 OK 所以輸入之後的話 或者是OK 那這樣的話就得到一個H跟W 所以最後的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BMI BMI的值 它的值的話當然就等於什麼 好 那因為根據那個公式有沒有 那因為根據那個公式有沒有 BMI等於體重 W除以身高的平方乘乘2 所以你就可以什麼 可以 W除以H乘乘2這樣OK 那最後的話就把這個結果先print出來了 print 然後BMI就可以了 那這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BMI的值 好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BMI的部分計算完 但是計算完之後還沒結束喔 底下其實還要再做一個判斷 它判斷總共有應該有六成判斷 就是如果小於18.5的話 那就是什麼 體重過輕 如果這一個18.5到24是正常的啦 OK 然後過重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跟重度肥胖 如果假設我們第二個step 是希望做邏輯判斷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著 把BMI先計算出來看看 如果假設我今天隨便執行一下 比如說體重就是80公斤 身高180公斤好了 得到的話就是24.69135 哇好長一串喔 那小數點太多的話呢 這樣顯示起來 那也就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如果今天假設要把它取到 小數點只要第二位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以後如果你只要想到 要做這個格式化的話 那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呢 我有把它列取 就是把它補充在雲端白板 這個可能要找第19頁啦 因為我們剛剛的東西在比較前面 在這個底下 BMI在第15頁嘛 BMI的下面 BMI在15頁啦 這個在第19頁的地方 底下這邊就有一個叫 用format來格式化 那這個格式化呢 如果今天假如你希望把它格式化成 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那你可能要記得格式這個地方 第二欄喔 它的規則就是大瓜弧 裡面的話呢 加冒號.2f OK 它底下有很多規則啦 那至於這個 這個其實應該可以理解法 這個可以猜得出來 2的話指的是第二位 所以如果你要第一位的話 你就改成1就可以了 那f的話其實有點像是floater的縮寫 指的就是說 我針對小數點做格式化的這件事情 那如果整數的話就是低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做一些變化 底下有一些其他比較常用的 這個格式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這個地方 輸出不要給我這麼一長串 我直接就是24.69就好了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就是必須在這個BMI前面 OK 我先打空白好了 OK 那首先的話你必須給它一個 你要格式化的規則的一個 算是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實際上 就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啦 大瓜弧 冒號.2f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這個應該在Java 或者在C++也是有類似的東西 那它的格式化規則就是這個 叫做大瓜弧 然後冒號.2f 一般是這樣 你先雙語號 然後大瓜弧 OK 打一個大瓜 大瓜弧指的說你要放什麼資料進來 然後要怎麼格式化 格式化成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所以.2f 記得喔 這個不要打錯 好 那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這個字串的後面 打一個點 後面 引用叫format的函數 所以後面打一個format 好 那format的話呢 你就在format的掛戶裡面 加入BMI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格式化成第二位了 那這個原理原則有點像這樣 利用這個函數有沒有 把BMI這一串東西有沒有 把它丟到這個規則裡面 那因為這個規則是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它會把第二位後面的東西不要輸出 所以得到的話就是24.69 OK 我們來試一下 OK應該 這個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前面是它的格式化的公式 然後面的話就是格式化 然後把這個變數丟到前面格式化輸出 大概是這樣流程 好 執行一下喔 OK 來看一下 輸入80 一樣喔 我就80 180好了 Enter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本來是一長串的 現在經過格式化之後 就會變成只有小數點的第二位了 OK 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如果假設你要第一位的話 就把它改了EF 一直在推 看你要幾位數的話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BMI算出來之後 但是呢 現在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還不夠 我希望做判斷 那我剛剛在那個Google上面查到 總共有六種有沒有 如果BMI小於18.5 那就提 就print 體重過輕好了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正常範圍 以此類推 總共有六種 那基本上跟我們剛剛打的那個程式還滿像 所以我這邊是會偷懶一下 這底下我也有做好的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在這邊 OK 這邊有一個 好 那我就偷懶一下 反正應該知道我的敘述方式 然後呢 我就 底下的話我就撰寫一副 如果呢 BMI的值 它裡面的值 如果是小於18.5的話 那我就print 叫過輕好了 那如果是標準的話 那就是大於18.5 而且是小於24 而且還不能等於 OK 小於24的話 那就是標準 所以如果你是24的話 那已經過重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輕度肥胖 中度肥胖 跟重度肥胖 OK 那當然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執行一下 所以理論上我們先輸出那個什麼 它的BMI 然後再輸出什麼 輸出它的結果 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請輸入80 Enter 180 Enter 好 輸出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24.69 然後這邊的話就過重 OK 結果其實已經做出來了 但是好像有一點點不夠完美 哪個地方不夠完美呢 就是這個24.69 前面最好是一個BMI 然後過重的話 也許前面再加一個頻語 這樣感覺好像比較完整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加比較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假設希望 你用BMI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Format的話 記得 你就直接加在哪裡 加在這個前面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輸出的結果就是24.69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再加上BMI帽號的話 你就直接加在大瓜虎的左邊 OK 所以BMI帽號 因為它已經是一創文字了 所以你就把這個BMI帽號 直接加在這裡 把它執行這樣 80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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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I帽號 這邊又有了 OK 那再來頻語的部分 頻語帽號的話 那要怎麼樣加會比較OK 因為它最後是跑這個 這個過重 那理論上你想到 老師那是不是我的職業在哪裡呢 在過重前面加頻語 如果假設你這樣加的話 頻語 帽號 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假設我今天不是跑過重 我是跑標準的話 那我是不是標準前面也要再來一個 對 頻語 那這個不是 乾脆每個都要加 那不是加六個頻語帽號 那你顯然想說 這個如果重複的東西 如果你對於程式有一點潔癖的話 你想說這應該不是 不應該這樣加吧 不過啦 說真的你如果想不到的話 這樣加也可以 因為反正寫出來就好了 OK 誰會管你有沒有重複 可是如果我自己想 我不要加在這裡 因為加在這裡會加六個 那有沒有什麼可能性 只要加一個 他就每個都會輸出了 加一個就好了 這個我把它拿掉 所以你們想想看 如果我將來希望什麼 BMI這個應該OK BMI記得可以加在大瓜湖的左邊這裡 這應該沒問題 可是底下這個就不太OK了 那用什麼方式可以加一次就好了 那加哪裡呢 如果你加假的加在哪裡 加在這裡 也不對 加在 喔 有個地方 加在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加在BMI帽號 後面加個頻語 比如說我加在這裡 頻語 頻語帽號 但是你說是不對 如果你加在這裡的話 它會串在哪裡 它會串在人家 你的這個數字的後面 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子 那就少什麼呢 理論應該頻語 應該讓它換行 對不對 所以那換行還記得吧 上禮拜講過 如果你要加一個換行的話 就是用拖一資源裡面的什麼 反斜線N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在這邊加一個 換行 貿號頻語 我加一個 反斜線N 不過這個加出來之後的結果 好像越來越接近了 它會變成這樣子 BMI 這個OK 它因為加了一個 反斜線N 有換行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地方 它過重變成不應該換行 可是卻換行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要換行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會換行 其實會換行主要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printer 那printer它輸出的時候 它會輸出完之後 對 換行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 你不要讓它怎麼樣 輸出完之後有沒有 換行的話 跟各位講 你可以在printer的尾巴 特別是後刮斧的左邊這邊 點一下 再加第二個參數 逗點 那其實它有一個參數 這邊有一個參數表 有沒有 那尾巴的那個換行 如果你要刪掉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尾巴就是END AND 等於尾巴的那個換行 拿掉的話就清除 那清除的話 就是加兩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敘述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輸出printer的時候 不要在尾巴幫我加個換行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比較特殊 所以如果假設我在這個尾巴有沒有 再加一個 豆點END 等於空置串的話 那這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80 180 執行END OK 有沒有看到 BMI 有了 平宇有換行 因為這個地方有換行 那本來這個 平宇後面有換行的地方 因為我加了豆點END 有沒有 等於空置串 它就幫我把那個換行拿掉了 OK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就是把那個換行的這個敘述 這個參數加在這裡 好 那這樣的話 BMI的部分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BMI 這個練習 先試著做做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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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